和大家聊聊刚开始做博主容易饭的五个五区 我的百万排排最近到了 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成事业 真的是非常幸福 手术这五个万路能够让你的成长更快 首先第一点就是把自己限制在了特定的主题里面 我前几年刚开始做博主的时候就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就很多人会说你选择一个特定的主题 比如你是个旅游博主 学习博主 科技博主 这样的话更容易吸引到对你这个频道感兴趣的粉丝 在前几年刚开始没有什么人做自媒体的时候 其实这个方法是蛮好的 但是在现在这个二点零字媒体时代 我觉得所有行业都已经有人在做了 那你找到那个最适合你的主题 不一定是你一开始构想的这个主题 比如说一开始我有设想过 能不能做一个旅游博主 因为我感觉一边去到处玩耍 然后拍成视频 发到网上 还能够撞到足够的生活费的话 好像非常棒非常好玩是吧 一个字 绝 所以我频道早期的一些视频呢 其实是一些旅游vlog 然后碰巧呢 然后后期我还发了一些英语学习啊 学习效率啊 而是刚开始的时候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领域 看哪些主题你做起来是最开心并且最有效果的 然后再往那个路线发展 二点就是忽略官方频道后面的一些官方的教程和视频资料 很多人开始做博主可能会觉得很迷茫 我怎么开始我买什么器材 我要怎样准备我的视频内容 其实在所有的视频平台在它的官方那里 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教程 包括平台的规则啊 你要怎么选择器材啊 要怎么接商单啊 这些很多平台后面都是有很多这些资料的 你可以好好的用个小本本 然后去做充足的一个了解之后 开始你的频道 会让你的整一个的效果发挥的更好 第三点呢就是注重器材 但是忽略灯光 其实如果大家去年问我做自媒体的话呢 我会直接推荐大家 就用自己的手机就好了 因为手机它的摄像头已经不错 但是呢现在确实很多很多人想做自媒体 那如果你想在一个竞争这么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 想拖延而出的话 那我确实会推荐大家 如果你想做起来的话 最好投资一台相机 这样能够让你的视觉效果更好 来吸引更多人去关注你 还是得有一点点超越别人的地方嘛 但是与此同时 大家可能只注重了器材 而忘记一个环境的设定和一个灯光的布置 像我现在的拍摄呢 其实用的是一台单反 然后还有一个灯光在这里 这里呢还有一个反光板 让整个光线看起来更加好 其实光线比你的器材更重要 现在是同样的一个场景 但是没有了前面的自然灯光 再开一个辅助灯 就会变这样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自然光线的那个效果呢 是最好的 大家一开始呢也不用买什么昂贵的灯 或者买很多很多很贵的器材 我觉得呢只要是相机 它的效果就已经比手机好了很多 并且呢再找一个对着这个窗户的一个位置啊 就能够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美丽 第四点呢就是模仿一些特别成功的博主 刚开始做博主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一些特别成功的博主 我就会忍不住想 哎他做的这么好 那要不我就向他学习 做成他那样的 但是其实已经有了一个这么大量级的 这么成功的 做同样内容的一个博主在这里 那别人为什么还要关注你呢 是吧 也不是说完全不像别人学习 但是得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一些自己的个性在里面 让别人觉得感兴趣 但又是独特的 无一无二的一个存在 而且我感觉做自己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做博主不是做一个月做两个月的事情 如果你一年五年 就是一直做成一个不是你本身的样子 可以说如果你伪装成一个不是你原本样子的人 自己可能长期而言会有一种 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 会产生一些很负面的情绪 因为博主他不完全像一个演员一样 就是你一部戏 你拍完了你就结束了 你有个关机键 所以说从心理上的角度去做自己也是蛮重要的 然后最后一点 这是特别容易陷进去了一个心态 就是那种应得的心态 可能刚开始做视频都比较容易有一点点的 就是会觉得我都发视频了 我上一个视频有一千个人看 我下一个视频呢肯定会有两千人看的是吧 但是没有的话就会特别失落 甚至我觉得做大了都有可能有这种心态 觉得自己拍摄剪辑上传视频这么辛苦 而且都发了这么多个了 那下一个视频应该得有多少个人来看 才能够觉得满足 但是其实这种心态是蛮危险的 因为一旦没有这么多人看这个视频的话 一旦这个数据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崩溃 就会觉得哇好难受 为什么没有得到说好的东西呢 但其实这个说好的东西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 所以现在我做视频呢 我就会觉得我尽可能把这个视频做好 然后就看有多少人看 然后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去努力 去给大家做更好的视频 才能够有更多的人去看 以上呢就是刚开始做视频容易犯的五个误区 那如果点进这个视频呢 你也是博主呢 你有什么经验 也欢迎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虽然呢我今天和大家说了这五个误区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跌跌撞撞 在这个成长的路上呢 一直去跌倒 然后重新爬起来 才能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 那如果大家对我的相机器材 或者剪辑感兴趣的话呢 这有两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